我們回到第四節 這一節是這樣的 我們為什麼把最後呢 因為事實上我們去做的時候 這個公布都是在我們做節目之前的 好像是略三個小時而已 那你準備的充不充足 有沒有看得很辛苦 哇 幸好先前那些物理學長 我們依然有提過 講那個尼安德塔雲DNA 自己有看過這本書 法學這裏呢 其實呢 我就不是很熟悉的了 但是呢 我都能夠盡量去簡單些去介紹一下 他的貢獻在哪裡 但是呢 反而這個法學長呢 是有一個很快捷的方法 很平易近人的方法 令他理解他的貢獻在哪裡 為什麼你要說這麼快呢 因為呢 你看這個路透社那個的報道 他形容就是LEGOLITE CLICK CHEMISTRY 那麼 CLICK CHEMISTRY 我想要你解釋 但是呢 就LEGOLITE 我知道為什麼 你去砌LEGOLITE 找到 是不是呢 那這個是不是他們那個的最大的貢獻呢 是啊 這個要看一下大家有多少這個化學的底 就是大家不知道呢 你小時候去中學的時候做的那些化學東西呢 測一下酸鹼度 溝一下顏色 看什麼顏色就知道是什麼東西 有些複雜一些的實驗和測試 可能你那樣東西要加一些試劑 或者加一些叫REAGENT 那些東西 然後再加熱啊 就希望將那個化學分子層面的訊號 帶到出來給你的眼睛看到 另外就是 譬如如果你是去到預科讀那些什麼有機化學呢 那種過程你要將一些東西怎樣去扭來扭去 譬如說 我想人工合成這個尿素 我不是想用我的腎來合成尿素 我是想用人工的方法合成尿素 那種叫Synthesis的過程 怎樣去製作的過程 原來你中間要做 可能經過五六七八步 將東西熱一點 冷一點 酸一點 簡一點 最後過一下淚 接著出來 剩下一些一顆顆的溝出來 哦 原來經歷了那些這樣的情況 就是化學很多時候你要由製作一件東西 經歷一個既定的程序來獲得你想要的那種產品 是很多時候需要很多的過程工序和材料 要去像煉金術那樣 煉製它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Chemistry 其實就由Alchemy 這個字去取代出來 是不是 其實就像煉金那樣 有時你煉那個不是金 是其他一些有用的東西 那我們去製作一個分子用什麼方法 我們可不可以隨心所有的砌 我想砌東西出來呢 而那個東西如果是有用 你又想到一個便宜的方法呢 其實那個貢獻可以是很大的 那我自己很記得的就是 我遠離了一些很實驗的化學 這些是很久的 那如果你想說 我想去提煉這個有元素 來去濃縮它 去製造發電廠的原料 甚至乎你再濃縮一些變成武器 其實背後那條色那堆這樣的化學工序 是多到你超煩的 又要拿些酸去製作 又要煮它 中間你可能還沒弄到自己已經毒發身亡的 那些東西加到烏力碼差的 其實就是 那就是說中間其實有很多時候 你要將它轉換化學件 改變它的質地 你是需要很高的成本 和一些比較浪費能量、浪費能源的情況出現 去弄一些可能要弄得很麻煩 於是這班化學家我覺得 那來的這個靈感很厲害 他們去嘗試發展一套方法 我們可不可以比較 去終極地解決一個問題呢 我們以往去製造一個化學分子 很多時候 明明可能就是 那個起點和製成品 可能就是拔開砌一些東西 好像LEGO那樣砌就可以了 那個結構好似 只不過是你欠它中間要拔一塊東西 來砌下去就可以了 但是這件事呢 在分子層面 就當然不是像LEGO那樣 可以讓你任意拔就砌了 於是你就想一下 將另一件事介入變成另一件事 另一件事也幫不了 我們變成它終點的目標的物質 我要將它變成第三、第四件事 慢慢去改一點、改一點、改一點 然後再希望將它扭回 成為最後我想要的那件事 就是很多時候化學製作的過程裏面 就算A和B之間的差距不大 但是往往中間 你可能要想一個很複雜的工具 令到你中間就是想要的東西 不要被撕走 不想要的東西就全部拔走得乾乾淨淨 中間曾經加入去的東西 就只是中間天洩到就算了 最後懂得幫我脫走出來 其實是一個很煩的過程 我再打一個比喻就是 砌化學分子就不像LEGO一樣 很清楚 誰拿著誰拿著手 更加像是你怎樣去 插一塊很黏的漿糊的物體 你想這兩邊都黏著 但是你的手拿著的時候 它就跟你黏著 你一手黏著 你拔的時候又不可以拔爛了裡面的東西 你可不可以用一些很其他考手的工具或方法 或者用其他的一些形狀的東西 來幫你去做到乾乾淨淨呢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在化學製作上的問題 好了 講到這班人 這班學者的貢獻 其實他們就嘗試建構一套簡單的方法 我可不可以只需要找到一套很通用的方法 譬如我想連結這兩個分子 在這個分子上面加多這塊東西 但是砌的時候 可不可以不要經歷這麼多的步驟 我只需要加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譬如你在這裡加一個很容易擺在你身上的一個攻冊 再在你這塊東西放一個很容易擺上去的那策 於是砌在一起之後它自動脫了出來 接著你就和那些位置就已經黏住了 最後只有一件很容易脫出來 很簡潔很容易清理的東西脫走了 不需要經歷很多先前的五六七八日的步驟 就是你真真正正想砌出來的時候 你只需要裝陷一個接合件 一個攻冊 另一邊就另一個接合件 一個那策 如果它們釘起來之後 有得它們混合接駁 自動的東西就可以 原本那件中介物都會自動脫出來 就和你把它連結起來 那麼它們竟然想到一個這樣的機制 而這個機制不僅是用在一兩樣的化合物那裡 而是基本上非常多種類的化合物 都可以幫我們用它們這種通用的方法 來砌我想砌的東西上去 所以就有你剛才展示的標題了 將整個化學分子製作的遊戲變得更加簡單乾淨 就有少許像一個砌LEGO的情況 或者這樣說 它幫我們砌發明了一些很簡單的過程工具 就散卻了一些工序 令到最後那個化學結合的過程 就更加像是有一個工具幫我們將東西砌 然後它自己懂得工程身去掉 就是這麼簡單 OK 如果我們這樣說 是否可以說那個化學的研究範圍在分子的層面 而物理學是去到原子的層面 物理學當然也會去到化學的層面 其實很視乎你的對象需要做些什麼 但是化學裏面 尤其是如果你想踩過去生化 甚至生物學這個層面 你要更加小心 因為很多時候物理的手段破壞力很強的 譬如說我用物理的手段去直接去看那個分子結構 譬如你用X光去打進一個分子裡 它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是X光的破壞力很大 它也會有機會跟你很容易去破壞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你發覺今時今日 就是牽涉到一些有用的化學 就是要很考手的 它的過程就是能量級不是很高 很delicate 你怎樣可以在完全不弄壞其他東西的情況之下 做到一些很複雜的東西 然後最後出來的東西是有用的呢 而有用的東西很多時候牽涉到一些很複合的分子 亦都是牽涉到一些和生化有關的分子 尤其是在我們身體或者很多生命的過程裡面 是出現了一些能量級數不是很高的化學反應 然後它們的中介步驟 其實我們也很想知道它 於是我們以前的諾貝爾章曾經頒過一套 就是叫做分子層面的透視技術 那個叫CryoEM的那套技術 就能夠幫我們看到一些 就算很容易被X光打爛的蛋白質 那些這樣的結構 我們都有能力用另一種方法 去穩定地去看到 甚至乎幾個禮拜前我們有講過一個就是 在中國大陸的一個研究小組 他們浙江大學 原來很厲害做這樣的事情 那套工具本身就是一個 拿諾貝爾獎級的工具 令到我們一些和生化 甚至生物學有關的一些化學過程 我們都駕馭得到 所以就不只是夠強力夠精準 而是最好考守 不破壞 不會亂破壞其他東西的情況之下 都能夠令到我們在化學層面介入生物學 其實我們發覺就是 今屆這個諾貝爾化學獎 都有這樣的影子的 譬如他三位得獎者裡面的其中兩位 他們就去嘗試建構這種 這樣的叫Cry chemistry 製作一個好的器件 來很容易幫我們把兩個的化學分子 砌在一起出來 他們是其中一種 第三位得獎者 你發覺他做的事情就和生物學很有關 那他就借用了這套技術 他們就想得到 我們可不可以在生物學 尤其是在細胞裡面 生物學的分子 就是在細胞層面 在細胞上面的化合物上面 去砌多一些東西 砌多一些什麼呢? 很多時候是一些螢光的東西 我們就叫Bio marker 但是砌的時候 我希望砌的過程和砌出來的結果 是不會干預到那件東西的正常生長和生存代謝的 即是那件東西不要有一個多的形狀 令它們影響到它們的功能 在我預備這個法學長介紹的時候 其中一個字眼我自己要學習它 它就叫Bio Orthogonal這個字 Orthogonal如果我學數學的話 我就知道 基本上是互相平衡 不是互相垂直 各不相干的意思 互相獨立 各不相干 Orthogonal這個字 Orthogonal這個字 這個印記 我們透過一個化學鍵的形式 是釘在這個細胞的化學分子上面 而我希望這個印記 是很容易幫我們看到這個細胞走到哪裡 在做什麼 但是同時也不影響這個細胞的正常生物學運動 很多時候是釘在一種螢光物質上去 那種Bio Marker 其實這種技術本身 其實也有 我記得好像有諾貝爾獎頒過 這些做Bio Marker的技術 但是在這個深刻層面 似乎是這一種 今次借用這個climacy這個手段 來將我們釘一些我們想要的化學分子 上去一些生命體上面 又是開展到一個很重要的生物學的研究 就是令到我們去追蹤一些生物學的分子 尤其是關於一些醫藥的研究裡面 就會得到一個很好的實驗的手段和依據 哪些東西到不到 這件事情我一直追蹤著它運動是怎樣的樣子 它究竟是不是如我所願有這樣的形態 或者是有沒有碰到一些藥物等等 我想就是說 令到很多在化學層面 細胞層面的追蹤 又沒有可能變成可能 這個就是在這次有份 瓜分諾貝爾化學獎的第三位 那位人兄 那個名字我要先查一下 是 是 是 另外 如果說 Sharpless教授 Barry Sharpless 他就有份去建構那個 Click Lego 那個chemistry 特別要提到他的原因就是 因為 他21年前已經拿過一次 諾貝爾化學獎了 他現在又拿了 而且他拿第一個諾貝爾化學獎做會 和這個似乎 又不是很有直接關聯 他先前2001年那個 其實都是不小心走入大家的生活當中 就是他了解到 在一些什麼的條件之下 是可以製作到一些 是大自然才出現的一些化學結構出來 就是說 講一個例子 大家就可能會聽過 那些什麼反式脂肪那些呢 他的化學式看起來一樣 但是實際的化學形態都是相似 但是他們那個擺的形式會有不同 甚至乎就是他們那個叫什麼 他們那個空間對稱成 他們的化學式是一樣的 他們的形態互相的角度可能都很像 但是他們的空間對稱性 原來是完全相反的 就是這種化學分子他們研究 他們想到一套方法 就是怎麼可以產生一種獨特的 就是我們叫做一些左旋 或者右旋的一些化學分子 它有方法去導向到 就只是產生到其中一種 其實在大自然裡面是有這樣的例子的 其實這類這樣的化學研究 這個又是令到他對於想去精準地去製造 我想要的那種化學分子 能力有更加大的掌握 那個我就沒有很透徹地去了解 但是這位教授他生平 拿過兩個諾貝爾的化學獎 我其實想帶出一個訊息就是 其實都非常厲害 我們真的知道他非常厲害的 OK 最後一個問題 是不是其實今屆也有貼台灣的化學家 是有機會得獎的呢? 翁啟偉教授 他在多唐體的研究上是先驅 叫做先驅就是大師 而那樣東西先驅也是重要的 他又有拿到這個Wolf Prize of Chemistry 所以那些人早幾天突然之間 台灣媒體就不斷吹 他呼聲很高 他呼聲是高的 他絕對是在排隊拿的 但是排不了他 我覺得他遲早會拿 他真的在排隊 真的在排隊那一隻 這屆拿不到也不要太失望 可能因為他太健康了 很健康還有一段時間 還可以等到 最重要是長命 最重要是長命 其實在這件事上面 好了 我們今天都完成了這個 諾貝爾獎得獎者的一個介紹 但是既然我們這麼興起 那不如我們科學回憶佬都說一下諾貝爾獎 好 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